全球化本身是个好事情 但是全球化本身是需要进行完善的 不应该因为出现经济不平衡 不应该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把全球化给否定掉 而是应该完善全球化 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出一个机制 能够解决中小企业 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 能够解决年轻人能够受益全球化 我认为未来二三十年的机会 就应该在这个地方 这个世界受益于开放 未来也应该受益于开放 这世界必须走向越来越大的开放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杭州这个城市 包括我本人 我们这个企业 我们看到是因为开放 才有今天 今天的欧洲的经济的低迷 美国也碰上巨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同样在转型的痛苦 其实全世界的经济 相当复杂的情况下 人们期待着G20和B20这些 能够给世界经济找出一条新的路来 特别是很想听听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方向 帮助中小企业 帮助发展中国家 共同繁荣这条路 杭州这个城市 经过G20以后 它会更加开放 应该更加国际化 更加有全球的担当 我相信这次会议以后 有更多的游客 我们让大家来看 不仅是西湖的美 更应该体验杭州的文化 体验杭州能够这种胸怀和言 所以我觉得杭州的变化会非常大 感谢观看